男大女有想成双配对的青年男女都可以上来 我们给你电视速配一回 我再把这个意思说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把那个电视里头谈恋爱找对象的节目搬到舞台上 看看你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这叫做有缘千里来相配 无缘上来也白费 男配女女配男男女老少都好玩 你也配我也配 大家一起调口味 愿各位上来的嘉宾速配成功 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你是我的心 我是你的肝 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 我们的口号是 玫瑰玫瑰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你 电视上都是这么发作的 这我们都会 有没有自暴奋勇的 有吗 可能大家不好意思 我们两个先抛钻引玉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现在就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的名字叫做爱着急 那我就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的名字叫杨小曼 难怪她这么大岁数还配不出去 你想哪个女同志要长得这个样子 这一辈子都比较困难 就是这个意思啊 各位 您要是觉得我这个女嘉宾长得难看的话 你闭上眼睛听 听着听着你就听出味道来了 什么味道 越听越觉得我像 龚丽 谁 龚丽 我觉得你像板丽 我叫杨小曼 对 你为什么叫做杨小曼呢 因为我的脾气特别的慢 太臭巧了 我的脾气是雷急火急 那我跟你不一样 我这个人哪 火上眉毛都不着急 那我就好比是一个鞭炮 点圆了就要 你这性子也太急了 你也太憨了 杨小曼 我们现在一点都不了解 不知道你平时最喜欢什么 我夜一时间最喜欢的就是京剧 我觉得京剧特别的过瘾 为什么 有时候一个字啊 能唱半个小时 那京剧是需要他这种脾气来听 下面 我展现一下我的艺术才华 我用京剧倒白 拨打一段火警电话 希望对面的男嘉宾能够喜欢 谢谢 谢谢 这是个什么贫族的鸟叫的 喂 小坊对吗 啊对 怎么了 哎哟 大事不好了 吐什么事了 我的叫嘛 起火了 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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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一下再顾瘾啊 先告诉我你们家住在哪里 我好来救火 我的家嘛 啊 哎 说来话长啊 原来在江西 长话短说 一句话我急不得 住在哪里 我的家嘛 嗯 就住在井里 哦 你住在井里 你是个蛤蟆 你是个癞蛤蟆 你说你住井里 我的家啊 就住在房附境的一条胡同里 剪成井里 没必要剪成直接说是哪一条胡同 从左边数嘛 啊 第二十一条汉子 二十一条胡同 我我我从右边数 从右边数嘛 就是第四十七条胡同了 我幸亏没有去数 听起来脑壳都晕 你直接说你们家门口有什么标志 我自己找 啊 我们家对面有一座大酒店 哎 这个好早 去年一倍大火 烧光了 天 等于没讲 还有别的标志没有 啊 想起来了 我们家旁边还有一个炸油条的老头 我找的这个老头也行啊 一倍大火 小跑了 我就是这慢脾气 你做好事 等我找到你们家的隔壁都烧完了 我跟你不一样 啊 我是个鸡皮鞋 鸡皮鞋 平时我最喜欢唱歌了 我们大伙都喜欢唱歌 下面我为对面的女嘉宾唱一首大合唱 哎 一个人唱大合唱 啊 我就是个脾气 我可以把二百五十首歌合在一块唱 你干脆叫个日本人的名字吧 啊 二百五合一 唱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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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西山洪虾飞 暂时到把白银跪 白银跪 说说一只鸡 哎呀说一只鸭 哎 身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呀 一颗小白鸭 站在手说牌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麦包的小寒假 不等天明去等牌包 一边走还一边叫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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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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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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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嘞哦嘞哦嘞 在啊在啊在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好天我要打了爸爸 好天的好天 我也变成了爸爸的爸爸 你是这脾气 我是满脾气 这怎么能过在一起呀 你吃什么了你这傻子 吃的榨菜 吃榨药了你这 虽然我们脾气不一样 关键在于你是否了解爱情的真谛呀 这话我爱听 我觉得吧 爱情就是炒股票 不能光想的占他便宜 还得小心被他套住了 那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个极脾气 我认为爱情就是打麻将 差不多你就糊了算了 晚一步就会点炮 我觉得吧 爱情不能性急 爱情也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红军要是坐火车 那就不是长征了 那是江西陕西一日游 我认为爱情就是崩爆米花 说一千到一万那都是废话 砰的这么一想 生米就打成熟饭了 我觉得吧 我的爱情应该是中国古典小说 中国人嘛 最讲究情调 我的第一本书 应该是 美目传情 第二本书是 隔海相望 第三本书就是 红艳传书 第四本书就是我的那个他 不幸去世 第五本书就是 从头再来 第六本书是 又找了一个 第七本书 算了 不要再找了 你又会要磨死一个 我跟你不一样 我认为我们的爱情应该是一部现代爱情小说 第一页就是拜堂成亲 第二页我们儿子出国留学了 第三页四世同堂 第四页人鬼情未了 这比简历还简单呢 我这辈子就来几下痛快的就行了 对面的男嘉宾 我想对你提个问题 你快点讲 这个问题 你可以回答 也可以不回答 你想好了再回答 没想好你千万别回答 你不着急吧 没想好你乱回答 容易惹出事来 你真的不急吧 我快要吐血了 你这么一着急啊 我还是不讲算了 你不讲 我讲 对面的女嘉宾 首先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说句通话话吧 他们俩的苏贝不到几分钟 当着这么多的人面 你就说着结婚 哎呀我真是羞死人了 这眼小曼一看就得过病的 没好干净就出来了 我跟你说 人家根本没好什么 你回了你 你离我远点啊 你突然站到我后面 我没有安全感 我跟你说 我的意思是问你 咱们有了小孩 该怎么办 哎他这个事比我还兴起了 怎么教育小孩 这还用考虑吗 我早就计划好了 从你怀孕第一天开始 我就对他进行严格的拆教 好 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 一次性教完 我让他戴着博士帽 直接举着文凭就出来了 我们生一个世纪神童 世纪神童倒不像 有点像千年妖精 我叫这个脾气 我可告诉你啊 这边都是我的亲友团 巧了 我的亲友团都坐在这边了 你表现好一点 亲友团说你好话 我看我姨妈对你意见怎么样 哪个是你姨妈 我看哪个像我姨妈 还有像的 这就是我姨妈 姨妈 姨妈 你白捡个大外甥 我告诉你 姨妈我过来了 你把姨妈吓着了 你给我找杨姨父 姨妈 你觉得杨小曼要的不 凑合吧 你知道我姨妈 怎么这么喜欢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姨妈的脾气 比你还慢一些 对脾气了 谢谢姨妈 你们家 我姑妈来了 谁是你姑妈 你看这就是我姑妈 你看我姑妈 多精神 你看看 萌一看我姑妈 比我还年轻 我有时候喊她姑奶奶 姑妈 给大伙看一看 看我姑妈 看看 给我们这边加点油 我姑妈这衣服 穿得多漂亮 萌一看像红大妈 姑妈 请坐 你给我出主意 你看这个爱着急 可以不可以 可以 非常好 谢谢 你傻样 她哪个地方长得最好 我觉得 眼睛最好 谢谢姑妈 谢谢姑妈 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 我姑妈说了 你这个眼睛啊 远看一线天 近看两个绿豆贴两边 你姑妈同意了 问你姑父同不同意 姑妈 哪个是我姑父 你连姑父都不认识 你都乱喊乱喊姑妈你啊 责任重大 不能乱喊这个 谢谢姑妈啊 谢谢你妈 我宣布男女嘉宾 数倍成功 这就成功了 不成功我费这么大气 成功了 你倒有点屌是啊 幸亏我带了 金项链 金戒指 小汽车 别野 你神经吧你啊 有这些东西我自己留着用 那你是这宿费 你轻轻易重 给 我送你一颗红枣 啊 助我们两个枣得贵子 那我送你一个碗 碗昏碗玉 我送你一把伞 为你遮风避雨 那我送你盒火柴 红红火火 哎呀 我们的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好听啊 怎么说呢 早晚上火